看到是屏東離港間下午發生一起氣爆 一名良性膠農家裡頭有個存放香蕉的大型冰櫃 而當時他正在裡頭催熟香蕉 而這個冰櫃裡頭放是催熟用電石 但是電石遇到水會產生氣體乙缺 膠農一個大意在旁邊抽煙 結果發生爆炸 不止屋頂炸出了一個大洞 就連壓縮機整台都沖到屋頂 而這名膠農被炸飛三公尺外 重傷送移 爆炸威力相當大 屏東離港膠農住的磚造民宅 屋頂被炸了一個大洞 門窗玻璃碎裂散落一地 而磚頭石塊以及木條斷的斷 塌的塌 房子岌岌可危 膠農本身更被炸飛了三公尺遠 掉落在香蕉田 身受重傷 膠農被發現的時候 臉部和手部有多處的撕裂傷 血流滿面 被消防隊員從香蕉田內搶救出來 緊急送醫 痛得不斷的哀嚎 臉部跟手部有撕裂傷 有撕裂傷 應該是被碎片割傷的 這起爆炸的意外發生在下午兩點多 當時膠農在起樓下的冰櫃內 吹熟香蕉 由於櫃內放了吹熟用的電池 非常容易和水結合 產生的氣體已缺 而膠農又太過大意 竟然在冰櫃抽煙 結果引爆了氣體 膠農的家被炸了四分五裂 成了斷源殘壁 凝聚聽聞巨大的爆炸聲響 奪門而出 看到膠農的家幾乎成了廢墟 都相當的吃驚 所幸這起爆炸意外 並沒有波及附近的民宅 記者張春華屏東報導